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景是在中国的横断山脉一带 若你再多看几集 随着主角人物到处比较 你就会发现中国各地的气候 确实多样且复杂哦 没错 所以我现在正在加紧修炼 有朝一日我也要去华山论见 只要搭配中国的气候环境条件 制定修炼计划 绝对有机会能成为武林高手 哦 赶快说说 怎么配合 首先你必须先了解中国的气候类型分布 以及形成原因 中国气候特征可是复杂多样的 纬度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 而中国的国土面积辽阔 跨越非常多的纬度 这也造成了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大 之前在地理课本上有学过 纬度越高 通常气温越低 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纬度差异这么大 难怪温差会很大 没错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影响的因素 还有就是中国位于太平洋西侧 当大片的陆地跟海洋相邻 两者的比热不同 因而会造成气温上的差异 甚至形成季风气候哦 以前台湾地理有学过季风气候 但比热是什么啊 我不太懂这个专有名词 比热就是比较热传导的能力 由于不同的物质 吸热和散热的能力不同 像是广大的水域 吸热和散热速度比广大的陆地慢 例如你在夏季去沙滩细水 是否觉得沙滩上的沙很烫 但海水相对较为清凉呢 真的耶 妈妈还提醒我们在沙滩上要穿鞋子 对呀对呀 又由于物质有热胀冷缩的特性 因此广大的陆地和海域之间的大气温度 不仅会有差异 大气压力也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亚洲东半部在夏冬季节 海上和陆上的高低气压中心位置会有所不同 而风是由高气压中心流向低气压中心 所以亚洲东半部的夏冬季会吹出不同的风向 而这就是季风了 那我了解了 那我要怎么配合气货环境条件练功呢 别急 你还要了解中国夏冬季节气温特征才行 中国夏季的气温分布多受地形因素影响 中国在夏季时 除了高耸的山地大气温度较低 其余地势相对较低的地区 七月月均温大概能在摄氏20度以上 如果你在夏季时选在南方练武 可以锻炼耐热的能力哦 中国冬季的气温分布多受维度因素影响 中国各地在冬季时温差远较下几大 一月月均温等温线 达至通过秦岭、淮河一带 一北的区域较容易降雪、河川结冰 这是受到维度因素的影响 所以你可以在北方锻炼 可以增强你的抗寒能力 哦原来纬度与地形是主要影响中国的气候分布的特征 也就是说夏季时我在南方练武 冬季时改在北方 那我就可以具备抗热抗寒的本领啦 就是这样只要了解气候的分布以及特征 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修炼环境咯 中国的夏季跟冬季的等温线变化 主要是受到下列哪两个因素的影响 A. 精度 海拔高度 B. 海拔高度 纬度 C. 纬度 人口分布 D. 人口分布 精度 答案是B. 海拔高度 纬度 小猪娃 我了解了 只要我照着你说的做 就可以变武林高手了吧 不不不 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境界 就必须更了解其他的气候特色 像是降水量也是可以看出气候特征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哦 降水量跟我练武有什么关系啊 刚刚有提到 季风气候的行程与海陆吸热 散热速度性质差异有关 亚洲大陆东半部在夏季时 湿暖大气吹向陆地 冬季时干冷的空气会吹至海洋 因此夏季你在中国东半部修炼时 遇到下雨容易心烦意乱 但相对也更能磨练心智 而且雨水淋在皮肤上 尚能让你的身体接受大自然的淬炼 你看在武侠距离的大侠在雨中舞剑多帅气啊 原来是这样 快点跟我说我要赶快去淋雨了 别急 中国的陆地面积广大 所以夏季季风比较难吹到内陆地区 因此呈现降水空间分布布均的现象 这是受距海远近的因素深深地影响降水量的多寡与分布 我知道了 所以中国的降水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南往西北地减的特征咯 那还有什么样特别的气候相关知识 我必须要好好了解的吗 当然有 我要告诉你中国有哪些主要的气候类型 这些不同的类型是依照海拔高度 最冷月均温的气温高低 与年降水量多寡等指标来分类的 你看看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哦 高地气候区 海拔高度也是划分气候带的依据之一 因为不论是气温或是降水 大多会随着海拔高度而有所改变 季风气候区 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 降水量丰沛 适合发展农业 在依据纬度的高低 也就是最冷月均温的高低 可细分为热带季风气候 附热带季风气候 与温带季风气候 干燥气候区 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 最冷月均温多在摄氏零度以下 且夏季季风不容易到达 温差很大 一年降水量有无达到250mm 可以在细分为温带草原气候 和温带沙漠气候 在干燥气候区的居民 昔日主要是以畜牧业维持生计 甚至常会照着面纱来抵抗风纱 中国境内有许多气候区 中国会有一样的气候类型吗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美国修炼呢 虽然这两个国家的陆地面积相近 但海陆性质的Chagi 通常要到面积非常大的陆地 与海域相邻 才有机会明显看出 况且季风气候区不是只有中国东半部才有 而是亚洲大陆的东半部 此区域包含了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区域 因此这些地区也就被称为季风亚洲 再加上影响气候的因素真的很多 也很复杂 总之 美洲大陆并没有形成季风气候的条件 或许下次我再帮你制定到美国修炼的特别计划 那我就在这里谢过师傅了 对了师傅 那我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你哦 武侠小说看太多 赶快去再好好看地理课本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